大家还记得我之前有给你们介绍过一期叫凤仙花的草吗 今天在这个路边上呢 看到了一片和它是同科同鼠的 名叫华凤仙 它呢也是一种可以要用的植物 走吧 现在我们跟着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大家看 眼前这个开着紫红色花的 它呢就是华凤仙了 就长在这个路边的一个水沟边上 华凤仙就是它的学名 它呢是凤仙花科凤仙花鼠的一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 它的金纤细五毛 整个植株呢大概可以长30到60厘米左右 它的金下部基本都是横握着生长 所以它这个结部呢有盆大 还会长不定根 上部呢则是直直的 它的叶子是这样子对生的 叶片硬直直 呈线形或者是线状披正形的 正面深绿色 背面呢则是这样子绿白色的 相对比我们之前认识的凤仙花 大家就可以看到凤仙花它的 植株金杆还有叶子都显得比较大 另外呢它的花色也特别多样化 华凤仙它的花呢一般就只有紫红色或者是白色 它喜欢的生长环境 就是有水的地方 比如水沟旁 池塘 田边 或者沼泽地等等 因此它有个别名就叫水紫夹花 另外你看它的这个紫色纯磅花 像不像小象的鼻子 所以啊在民间呢 它也被称作橡笔花 华凤仙在中医上全场呢都是可以做药用 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民间还经常称它为解毒草 它开的这种紫红色的花呢 你看成片的时候看起来也是非常壮观 也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由于它生命力顽强 花的造型呢也非常的独特 所以也是深受大家的喜欢 这个就是它结的果实和凤仙花呢有点像 就是没有凤仙花那么大一点 这个是还没成熟的时候 成熟了它里面就会榨开有好多的种子 在我国它主要分布于广东广西 浙江 江西 福建 以及云南等地 视频前的朋友们 华凤仙和凤仙花 你更喜欢哪一种呢 如果你还知道它的其他用途价值的 也欢迎朋友们在留言区一起留言探讨 好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植物知识的朋友们 大家记得关注我 下期将给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我是朗朗 我们下期再会